马踏飞燕 一座家喻户晓的国宝级文物 它出土于甘肃五威的一座汉墓内 而在这座汉墓之内 还有很多未解之谜等待破解 我们在换中国西部自驾 在五威休息一晚后 我们准备去看看这座城市最有名的地方 雷台汉墓 早上醒来 我们准备吃一下五威的特色美食 三套车 这个名字据说还是左宫旁起 三套车 哇 来了 两碗面 这个叫行面 因为它需要想比较久 所以叫行面 还有一个鹿肉 它这个喝的 还给配了一个棍儿 下面有红枣冰糖 胡茶 甜甜的 这个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蒜塔也放到了上边 对 有点像胡辣汤 因为它这个汤已经经过勾芡了 嚼一点 确实有点像胡辣汤 把面下到胡辣汤里的感觉 我们还要了花生米 一块五一个 哦 好 谢谢 卤肉 这个卤肉应该是直接放进去吃的 哎 不用放进去吗 不用放进去 直接吃就对了吧 也可以放进去吧 这卤肉应该是大肉吧 别乱死 炒一下 吃饭了 这个面感觉就是让这个鲁汁泡的有味儿 鲁面 这个鲁肉的话 味道类似那个凉拌芝麻的猪头肉 三套车 一套面 一套鲁肉 很色的 它这里面还有木耳 就是油麦菜 芹菜 布罗布斯 然后再加上这个面 其实 我觉得在西面来说 这个面算是比较丰富的它的配料 一碗形面 一盘卤肉 一杯红枣福茶 组成了一份梁州美食合集 而关于三套车名字的由来 还有这样一段故事 据说 当年左宗棠为叔父新疆 途经五威时 因为连日奔波人困马乏 所以停下来稍作修整 在这里 品尝到了卤肉 醒面和红枣福茶 左宗棠吃了以后称赞道 此乃我军三套车缺一不可 遂用之犒劳将士 从此 三套车这个名字 就被五位老百姓传承了下来 吃完饭后 我们来到了雷台汉木景区 在这里可以看到一座 建在八米多高土台上的道观 因为道观里供奉的是雷神 所以由此得名雷台观 而汉木就位于雷台观下方的土台内 他的发现则是源于一次偶然 雷台汉木它是1969年9月份的时候发现的 当时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三线念舍 还有广积梁深蛙洞 所以当时这里的一位农民在深蛙洞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这里的沉木了 我们现在就进这个木道 这个木道有一点点的小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座雷台汉木是一座东汉晚期的墓葬 距今已有1800多年 它通常40米 呈东西走向 由墓道 墓道 前式 中式 后式 和尔式六部分组成 为了防止坍塌 在开发后 这里用水泥和钢管进行了加护 刚走进木道 就能看到北侧有一口古井 据说 这口井非常神奇 将纸壁扔下后 钱就会被放大 而在正常情况下 这种距离看前会很小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据专家考证后发现 井中间的直径 要比井底和井口这里大一些 形成了一个类似突透镜的结构 所以才有了放大的效果 很多人往里面扔钱 就是取前程远大之意 这口见前远开的井 我在这上面去看下边的钱的时候 好像放大了 好像就是放大了 对啊 那都感觉好像 大很多 对啊 很明显大很多 但是镜头里面不知道能看出来吗 关于它扔钱进去才会变大 然后扔别的就不会变大 可能是也不会扔其他东西进去了 因为我们在下面只看到了井 其他东西没有看到 这应该就是 关于它 见前远开的一个原因 这口井呢 是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才干涸的 所以说 这口井它 时间还挺长呢 这口井的井口 位于擂台上方的道罐内 据推测 可能是以前的道士们 为了取水方便而凿 而井壁却恰巧紧贴着木道 看过这口神奇的古井后 沿着木道向前走 就到了木门的位置 在木门的正上方 有一处门阙的造型 这对应着木主人的庭院正门 走进木门后 就进入了永道 在发掘清理前 从这里往后都铺满了铜钱 现在我们要从木道进去 这个比较低 大概1米5吧 差不多 有一点点的凉 都不高 它地方都不太高 我们站直的话会顶头 这个还要再低一点 这就是木舍了 那关于他木舍的主人是谁呢 只知道他是守左纪张业长 张军 也就是说他是姓张的一位将军 这边应该是当年出土的铜马仪仗队 当时应该就在这里面放 我看这个应该就是铜盆马了 也就是马他飞烟 只不过当年因为当年的农民在发现之后 就把他带回家里边去了 当然最后也是拿回来的 但是这里恐怕一张队的位置给摆乱了 摆乱了之后 专家就根据牧室里边的资料进行了回位 所以说他的位置是根据后来复位的 在牧室里面我们还看到这 有一个突出来的砖 这里有一块 这里也有一块 那关于这两块突出来的砖 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 只能猜测是用来点灯的地方 就是照亮整个牧室所用的 从前室继续往里走 就到了中室的位置 这里象征着房屋的客厅 而在这里还能看到一处稻洞 这处稻洞的位置十分精准 因为整座牧室是由焊砖干气而成 没有用到粘合剂 所以如果稻洞偏高 牧室就会坍塌 如果偏低 上部的重量就会集中在下部 导致砖块难以抽出 而这处稻洞 却正好处在一处 压力和稳固性平衡的位置 它被盗呢 只被盗走了这些进行财宝 像这些我们刚才看到的 那些同奔马呀 马上一张队呀 那都是很有价值的 但是它没有拿 这个牧室还是蛮复杂的 但是它呢 却可以按那个位置 非常巧合的 直接挡到这里边来 所以说有可能是 当时就见过去的人所盗的 看过中室后继续往里走 就到了墓室的最后一部分 后室 这里是存放墓主人棺果的地方 因为发掘时已经年代久远 所以只发现了两具墓棺 一只男性腿骨和一些女性衣物 专家推断 这是一座夫妻和藏墓 虽然还不能确定墓主人的身份 但墓中出土的铜器 已足以让我们直观的了解到 古人们高超的铸造工艺 其中同奔马的形象 还被国家旅游局确认为了中国旅游标志 在参观过擂台汉墓后 我们就要离开武威继续出发了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从擂台汉墓里边出来了 他是要花45块钱的一个人 而且你进停车场还是要收费的 但是在外边就有免费的停车的地方 我们把车停在外边 对然后还有它这个上面的擂台也是 没有开放 没有开放的 关于同奔马的话 大家如果想看同奔马的话 可以去甘肃省博物馆看 这边所有的都是复制品 而且它墓室里面 基本上连复制品都很少 所以说进去只能看到 孤零零的两个墓道和墓室 里边也没有东西 我还想着里边如果放一个关锅的话 可能会好一点 但里边没有 啥东西都没有 很尴尬 对我们准备走了 离开武威了 走了 离开武威后 我们继续前往宁夏方向 汽车行驶了一个多小时 眼前的植被变得茂密起来 打开地图我们才发现 这里就是著名的制沙师范地 巴布沙 四十多年前 这里还是一片漫天黄沙的布毛之地 因为地处滕格丽沙漠南源 再加上特殊的风口位置 流动的沙丘 会以每年七到八米的速度向南移动 严重侵害着周边十多个村庄 和两万多亩凉田 当地人深受欺扰 如今我们所看到的变化 还要从六位老人的一次选择说起 看看我身边的这一大片的绿地 很难想象在以前的时候 这里是大片的沙漠 我们现在呢 位于甘肃省古浪县的巴布沙 那巴布沙它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因为我们这里是在一个风口 所以说呢 这里常年是有风沙的 在沙子中行走 巴布非常的困难 所以呢叫做巴布沙 那曾经这片沙漠是如何变成现在我们看到的绿洲的 这就要从1981年开始讲起了 在1981年的古浪县土门镇台子村 有六位年过半百的老汉 他们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家园被狂沙清洗 于是呢带头承包了7.5万亩的流沙 决定和狂沙斗争到底 在签订好承包合同后 为了加快植树造林的进度 六个人把吃住都搬进了沙漠里 一辆旅车一个水桶及把铁锹 就是他们植树的全部工具 最开始制沙没有经验 刚刚栽下的树苗 可能因为随后的一场大风毁于一旦 慢慢的六位老汉发现 只有草墩子附近的苗木成活率高 因为草可以固定住沙地 苗木才不易挡幅 于是他们总结出了 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掏的制沙方法 经过十多年的奋斗 巴布沙四万多亩的沙漠披上了绿桩 有效地遏制了流沙的侵袭 那这以前这是荒地还是 这就是沙漠 这就是巴布沙流海温之类的地方 啊 就是这儿确确确确实实是荒地 然后现在变成绿地 那边就是沙漠 那边就是沙漠 那你们当地人如果要种地的话 影响吗 影响是可以的影响 哦 肯定影响 那现在是好多了还是 现在就好多了 就相当于粮食增长了 现在也会去沙 这沙漠过不来了 沙子过不来了 哦 那都流化了 随着巴布沙渐渐变绿 六老汉的头发也逐渐变白 于是植树造林的铁锹就交到了老人们的下一代手中 到2003年 经过22年的坚持自杀 巴布沙7.5万亩的土地全部治理完成 如今的巴布沙已经形成了一条南北长10公里 东西宽8公里的绿色长廊 在治理完巴布沙后 新一代自杀人又相继治理了周边的沙地 当地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四十多年来 巴布沙六老汉三代人与干汉和封沙顽强斗争 不断向沙漠伸出禁军 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到滤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这样的渔工精神也感染和鼓舞着越来越多的人 去创造出更多的人间奇迹 西部的故事还在发生 快上车 让我们继续出发